這一個土地開發弊案受惠的情結 在2017年9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堅定議文了 2017年9月的時候就找到金流了 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要偵辦了 為什麼後來案子被壓下來被牽結 這件事情很嚴重 這個攸關了我國整個司法上的信譽啊 為什麼那個時候的案子 竟然無疾而終辦不下去 沒有辦法約談沒有辦法搜索 院長這件事情你有沒有掌握 謝謝委員 委員心中的這個疑慮啊 我想社會上大家也難免有同樣的想法 那我也認為一個案件 這個檢調單位當然有到辦案的速度 步驟程序等等 但是在適當的時間 而且在案件沒有被 沒有七點以後你認為是適當的時間嗎 我說如果在適當的時間 它可以對外 或是進行這個收案的動作的話 那對案件的釐清應該是更有幫助的 尤其是一件事 尤其是一件事 尤其是一件事